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浓缩的思想精华 独具魅力的观点表达 威延奖 大智慧和服 文化是你 文化公开课 一个全家收看的爱思想的节目 敬请关注 文化是你 隆重推出系列文化公开课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读书是我的老师 没有这个老师 我的生活就没有方向 读书是给我们的精神引药 看阳光的书最重要 因为人里需要阳光啊 读书可以给我们打开这样一个通道 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人生风景 让我们开始阅读吧 让我们开始阅读吧 我们运起开始读书吧 让我们现在就开始读书吧 能够看到越来越多的东西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阅读现在最重要的一点 我是在知识界里边做反卖知识的事情 在我此后走对象 恋爱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 我寻求的那种朋友的那种方式 夫妻生活里 卷巧 在于从直翻干 分球是讲究法统 讲究人与人之间 就是说你咋来的 对吧 你老爸是干嘛的 就讲究拼爹的一个王朝 是什么让他如此激昂 生活是不可摧毁的 人是不可摧毁的 文学是不可摧毁的 是什么让他们产生这样的感受 这种通电一般的感觉我从早就能够 爱一切人 包括你的敌人 又是什么让他们有这样的难忘经历 在夜里和那些伟大的灵魂相遇 只要我能够想办法找到一本书 都有一种狂识 我的王老 你千万不要给我看这些东西 我怕心灵 六位爱书人 六段与书结缘的人生故事 文化试点 文化公开课 让我们开始读书吧 从创作长篇小说青春万岁至今 他已经在文学道路上 跋涉了六十个春秋 选择远走新疆 挥洒青春的汗水的那一刻 软引已经五十余年 时至今日 他已年近八十年 却始终保持创作活力 著作等身 他的作品锐气而自信 体现出对世界观察的敏锐和思想的深刻 他就是当代著名作家王猛 2013年 王猛小说 这篇风景出版 这部颇有传奇性的小说 是王猛在四十年前创作而成 却在四十年后才得以出版 当七十九岁的王猛 重途三十九岁的王猛 创作了这本小说 将会是怎样的感受呢 青春呢 是一种兴奋 是一种多感 是一种光明的底色 也是一种对自己的一种要求 那个时代呢 是一个热烈的时代 充满了对生活的爱 对人民的爱 对文学的爱 不如都会写文的 对文学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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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这个应该说是昨天的凌晨 刚从新疆的克什格尔回来 我心还在新疆呢 这边风景呢 其实是一个老书 从开始写啊 到现在已经三十九年了 但是一直放在那儿 去年呢 又很偶然的被我的孩子发现了 然后去年又进行了一些修订 今年呢 出版了 这边风景 别样青春 我心里想真是够别样的 为什么呢 在我写青春万岁的时候 我开始写的时候 是十九岁 十九岁的时候写出来的东西 算是青春 然后开始写这边风景的时候 是三十九岁 那么三十九岁的时候 写的东西呢 算别样青春 那么我现在呢 是七十九岁 我七十九岁的时候 孩子大言不惨的 说自己的青春万岁 与别样青春 我也够勇敢的了 为什么说是别样的青春呢 就是我呀 太幼小的时候 就被整个的这个革命的大潮所吸引 就参加到这个革命的活动里边来了 在青春万岁当中呢 我表达了这种革命胜利的欢心 和对一切的最美好的期待 而到了这边风景里边呢 已经开始感到了生活的分量 开始感到了道路并不是像我们想的那么一帆风顺 还有各种各样的不一样的人 从我个人来说呢 我在经过了那个少年时代应该算是 和刚开始的青年时代的那么一阵欢呼的 唱歌的跳舞的日子以后呢 我又开始面对比较现实的生活 而且我做了一个破釜沉舟的决定 就是要到新疆去 要和新疆的劳动人民结合在一块 完全改变自己的活法 我1965年来到了伊犁 到了八严代公社 参加了那里边的劳动 我完全和少数民族的农民结合在一块 我学会了维吾尔语 我完全和少数民族的农民 没有任何的距离 心连着心 参与了体验了各种各样的事情 有好的人 也有比较有毛病的人 也有特别可爱的人 也有让我感动的人 也有让我忍俊不尽的人 然后我把这些东西可以说表现为一个成果 就是这边风景 这边风景又搁了四十年 拉开这么一个距离 实在是非常大的一个距离 但是回想起来仍然那么亲切 亲切得让人想哭 这边风景是在一个非常特殊的书 它是在我个人的逆境期间写的 但是它仍然充满了光明 充满了暗 还有对那个时代的许多美好的记忆 即使我自己重新翻阅这个三四十年前的作品 我也感动得不得了 我甚至有的地方留下热泪 我仍然感觉到 不管我们的进程 我们的生活有些什么曲折 有些什么坎坷 但是呢 生活是不可摧毁的 人是不可摧毁的 文学是不可摧毁的 我还有这块土地的和这里的人民的热爱 不是小二 不是小二 是特别爱 我写起爱情了 哎呦我写得我真有兴趣 我觉得我不但是一个真正的作家 而且是一个真正的 真正的男人 才能那么好的 那么热情的写爱情 写维吾尔人的爱情 写俄罗斯族人和维吾尔人的感情 写其他的什么塔塔尔的 威斯贝克的各式各样的人的故事 哎呀多有兴趣 所以我还有一种幸福感 我认为幸福感也是一种青春的特色 青春还有一个特色 就是不怕受挫折 不怕走弯路 不怕吃亏 也不怕被别人嘲笑 也不怕受冤枉 我觉得如果有了这些特点 也多多少少 就算青春万岁无聊 也就算是延长的时间够长的了 即使别养一下 仍然是青春 即使倒点霉 仍然是青春 即使碰到点自个儿不高兴的事 仍然是青春 祝大家青春永驻 毕书敏 当今文坛极具实力和个性的女作家之一 早年的从一经历对她影响颇深 她的作品一直充满对生命的关怀 其代表作《红楚方》曾经在社会上引起光泛关注 毕书敏的青年时代曾经在西藏阿里高原当兵十一年 这段时光不仅是毕书敏生命中尤其重要的一段经历 更带给了她丰富的创作灵感 在今天的节目中 作家毕书敏将与我们分享 她在西藏阿里的高原上 换着风雪与星光的阅读经历 阅读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 应该静下心来 这样的话你才会思考 时间有限 书有很多 要特别学会去甄选 中国文化里那些远远流长的 还有世界的那些经典的著作 那些书都要下定决心认真的去读 世界的变化可能在科技的进步上非常显著 但是在我们内心的这种成长上 我们是和古代一脉心同样 掌声有请 第书迷女士登场 我25岁以前的日子 是在西藏阿里度过的 那个地方是青藏高原上的屋脊 它的平均海拔将近5000米 高原缺氧 说起来呀 那真的不能算是一个读书的好地方 到阿里去的时候 我十六七岁 就带着非常简单的行李 那个行军背包里是一本书也没有的 但是一天天的过去 我特别的想读书 没有书 怎么读呢 一个人爱学习 爱读书 就总会想到办法 我那时候在病房里当卫生员 有一天 来了一个地方的病号 她躺在病场上 就会读书 后来 我就偷偷走过去一看 是高尔基的母亲 等到她晚上睡觉的时候 我就跟她说 能不能把这本书借给我 让我连夜去读 我说 我向你保证 明天天亮的时候 我会把书还给你 她就答应了 当天快亮的时候 我真的看完了 我把书还给她 她说 我还有一本书 你要不要看 我说要看要看 她又拿出了高尔基的 在人间 我用这种方法读完了这两本书 过了几天 她因为心脏病严重的发作 不得不被从西藏阿里 送到平原去 永远不会再回来了 临走的时候 她对我说 我把这两本书送给你吧 我特别的感谢她 这两本书 我已经读完了 那我想读其他的书 可怎么办呢 我后来就把消息散布出去 说我有两本好书 如果谁有书 谁就来跟我交换 所以后来又有人听到 说我手里有这两本好书 就有人拿着书来跟我交换阅读 就这样我在阿里度过了十一年的时间 这两本书陪伴着我 但其实它们能在我手里的时候 真的是有限的 常常是我跟人家换 拿回来以后又立刻去跟别人换 这两本书 我一次一次的发现 它们越来越旧了 但是我的收获就是 我看到了那么多的书 那些读书的岁月 经常是我伴着阿里的风雪 伴着满天的星光而过 因为白天我是卫生员 后来做了助理军医 有很多繁忙的医务工作 那么读这些书的时候呢 就都放到了半夜里 一次又一次的在夜里 和那些伟大的灵魂相遇 我想它给了我一生 重要的一个积淀 给了我勇气和力量 给了我方向与目标 我特别想和年轻的朋友们 来分享这样一份心得 一定要抓住你年轻的时光 一定要好好地去读书 一个人年轻的时候 记忆力那么好 你要是不读书 你真的汪费了这个时间 读书这件事情 你只要有兴趣 只要你能够终生地 保持这个习惯 它必然会带给你 正面的积极的能量 那么读书 下面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怎样去选择 我们要读的书呢 我个人觉得 不要读太新的书 因为它刚刚出炉 特别是现在这样 商业气味甚浓的时代 这种时髦的书 不是不好 我劝你可以等它 稍微凉一凉 书是要经过时间的 讨喜的 只有时间和千百万双 读者的眼睛 才是衡量一本书 是否有价值的 最重要的砝码 所以我建议 多读那些 经过了岁月讨喜的 古今明著 去读那些经典的东西 因为它们已经百炼成钢 我想让大家特别推荐一本书 这本书我特别喜欢 这些年来我买了很多本 一本一本的都送出去 我对朋友们说 读读这本书 因为我们的生命 需要重新的去建构它 你会发现自己的不完美 发现自己有待更加坚强的地方 这些书都能够帮助你解决 尤其是这本书 它有一个十几页的一张表 这里面呢 就总结出来了 关于你身体不适 其实常常是和你的心理状态有关 那么有什么病 就会相应的反映出 什么样的心理问题 反之你有什么样的心理问题 那么也可能会给你的身体 造成一种疾病 我们的生命是一个单向的旅程 我们拿到的都是一张 没有返程车票的单程票 所以让我们仅有一次的生命 变得绚烂多姿 这世界上有一些书 会让你越看越沮丧 会让你的眼光变小 然而有一些书 会开拓我们的事业 会壮大我们的力量 会让我们充满了希望 希望我们一起都去读那些 让我们变得更加光明 更加坚强有力 更加有爱 更加充满希望的书 谢谢大家 您只要说给我买了这本书 我一定把所有的数学的附加题 都给它做 人家上那个高一高二的 那都是里头装的 都是教科书啊 什么辅导书是吧 我塞入光明日报 我惊喜地发现 天哪图书馆居然有那么多的书 每一个月 每一期杂志到来 对我们来说都像是过一个节日似的 康震知名学者 教授 他讲解的唐诗诵词 通俗易懂 风趣幽默 深受读者和观众的喜爱 接下来 康震教授将与我们分享 他的儿时趣事 自身独特的阅读习惯 做一个阳光有趣的人非常重要 你要是很阳光的话 别人就很需要你 你也会让别人感到很温暖 我有一个习惯 如果我喜欢看一本书 我就会反复看它 特别希望和渴望 从那些反复的阅读当中 获得寻找一种愉快 多读书 只有读的书很多了 你才会知道什么是好书 什么是不好的书 不好的书也可以读 因为读完之后 你就知道了 这个世界上会有更多的好书在讲解你 大家好 今天我来讲讲阅读 我首先想说说读书的事 我从小特别喜欢认字 我想先从认字说起 我认字达到了一种什么程度呢 你们都很难想象 我是七十年代初出生的人 等到我长到五六岁的时候 我还记得当时还农业学大寨呢 工业还学大庆呢 那时候啊 这个特别流行的是 在街上贴很多标语 有时候快到周末的时候啊 我妈妈会坐公交车 带着我们去看我爸爸 我为什么要说这个事呢 就是中间它有一段距离 中间你得下车 下车我们当时那有一个小县城 在那个县城只要一下车 我第一件事情就说 妈 那个字念什么 我妈就会说 那个字念大 我说那字我认识 大的旁边是什么字 妈说那是大寨 我说那那个大的前面是什么字 她说那是学 我一点都不夸张 再走一站下来说 妈那字是什么字 妈说那字就念大呀 我说不对啊 旁边那字 她说那字念庆 工业学大庆 农业学大寨 当时的标语很多 我的阅读生活 就是从问父母标语上字开始 然后又到了县城了 这是第二个周末又到了 又到这个县城下车以后 这回我就不认字了 我妈咱们到新华书店去 说干嘛呢 买小儿书 有两种书 一种是画的 一种是剧照的 画的那一本两毛钱 剧照那个呢 有可能是一毛五 有可能是一毛钱 我妈就带着我带着我转 我就老在三国眼仪那转 她不 她老在剧照那转 转一会儿给我拿一本过来 一看 什么山茶树啊 红山茶呀 就这一类的 我一看我不愿意要 我说我要黑三角 那当时这很著名的破案的一篇子 是不是 把书拿回家以后啊 认真阅读 反复阅读 一本书可以看好几遍 原因很简单 因为要买一本书很不容易啊 当时我不知道为什么 大人对小孩特别不耐烦 不像现在这么心疼 你比方说读到这个 关语 比方说这关字认识 语字不认识 我就问我妈 我说妈妈这字念什么 我说忙着呢 我到邻居家问叔叔 张叔叔那这字念什么 怎么问你妈 你妈不是语文老师吗 我妈的烦我 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 我依然坚持读书 书的来源少 大人不爱搭理 由于这些综合性的原因 一方面喜欢认字 一方面喜欢这个书上的画 所以对于书籍的热爱 达到了一种酷爱的程度 又过了一年 我又回到家跟我妈说 我说我又看到一本书 我妈说什么书啊 我说妈那个西游记 少年版的特好看 我说西游记是中国名著啊 我都没有读过中国名著 这不行啊 妈说多少钱吧 我说那有插图 两三块钱呢 我说 那还行 你就天天靠骗我过日子了 那本书啊 我给大家好不夸张的说 我读了绝对不下二十遍 那拿回家之后 就是当时我记得某个伟人说的 就好像牛闯到了菜园子里头 一样那种感觉 太喜欢猪八戒啊 特别喜欢孙悟空 看了以后西游记觉得 他眼前大开了一帅明亮的窗户 真的非常喜爱 我给大家讲这些啊 都是真实发生的事 我自己还写过小儿书呢 就是这完全是因为 极度的阅读之后 无处发泄对于这个 阅读的分享的感觉 这你就知道 一个人当他阅读到 极度的状态的时候啊 他非常希望能分享 便他希望自己能变成一本书 让别人阅读自己 这种通电一般的感觉 我从小就有过 我觉得这是我人生当中 最大的一个享受 我有很多业余爱好 跟大家一样 比方说喜欢旅游 喜欢爬山 喜欢运动 但是我要说就是 能够成为我生活本能的一个习惯 就是阅读 我读书有个习惯 喜欢反复反复反复的读 我有很多的 这个讲课的时候 引用的一些东西 其实不是我自己 有意识去背诵的 就是我经过反复的阅读 这种反复的阅读 是一种本能的喜爱 我读了很多非常好的书 他们让我长大成人 尽可能的面对人群向善 我也觉得 一个人要说出话来 会影响别人 所以你尽可能说一些好的话 善良的话 有用的话 不要讲假话 不要讲坏的话 这些听上去都是非常简单的道理 但是我觉得 过了40岁之后 好像对这些道理 特别是对书上的一些道理 自己好像有了一些切腹的体验 我觉得书是好东西 是非常非常好的东西 每当你回到书里的时候 你就会再次变得很单纯 变得很有激情 变成一个彻头彻尾 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 很理想主义者 然后你自己可以变得 比较美好和阳光 别人看着你像一缕阳光 别人因此也变得很美好 所以我觉得 大家都应该喜欢书 喜欢好书 坏书可以适当地读一点 这样也让你知道 好书的珍贵 非常谢谢大家 谢谢 引建力 作家 教育专家 他的作品 好妈妈胜过好老师 创造了家教类书籍的销售神话 在这本书中 我们不仅能看到成功的教育方法 也能看到关于母爱的全新解读方式 而在这样一本引起广半关注的教育书籍的背后 则是引建力长期的阅读积累 其中尤其重要的则是美国心理学家 无弱模的注射 阅读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它真的是我们精神 或者是整个我们人生 走向更高 走向更远的排阶 每一本书都是一块排阶 所以踏着这个排阶 我们才能走得更高更远 肉体的生存和成长 需要吃饭 精神和思想的发育需要阅读 对我当下的这个写作 影响最深的一本书 我还是推荐弗洛姆的为自己的人 掌声有请 引建力女士登场 大家好 非常高兴今天能来这里 跟大家交流关于阅读的话题 我自身是一个阅读的爱好者 我的这种阅读启蒙呢 可以说首先是从家庭来的 我是六十年代出生的人 就是在我的童年时代呢 就是一直是处于阅读贫乏期 我的母亲她不识字 但是她非常聪慧 她有一肚子的故事 有很多很多的邂逅语 她还有很多的这个民间童谣 所以我小时候呢 就是听着她的这些口头文学 这样成长的 那么她的这个口头文学呢 对我的这种文学启蒙的意义呢 是非常深的 父亲呢对我们非常慈爱 就是在当时经济条件非常均控的情况下 她每年要拿出一笔钱来给我们订各种杂志 我到现在还经常记得 每一个月每一期杂志到来 对我们来说都像是过一个节日似的 这个年代呢真的是觉得是阅读啊 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家庭的这种熏陶和启蒙 对我来说 它真的是意义非常深刻的 我的少年时代呢 出于一个阅读的贫困当中 非常清楚的记得 当时只要我能够想办法找到一本书 都有一种狂喜 我还记得就是在我很小的时候 我非常向往的职业 就是一个新华书店的售货员 因为那个时候 它这个柜台啊都是分闭式售货 是那个前面有个柜台篮子 只有通过售货员才可以帮你拿到书 然后我经常就趴在那个新华书店 那个柜台跟前 眼巴巴的看后面那么多只书 可是我读不上 所以我就说 我长大了 一定要做一个新华书店的售货员 我觉得这是天底下最美好的职业 我的中学时代 这种阅读饥渴呢 有所缓解 就是因为文革结束了 很多的禁书开始解禁了 我突然间发现我们家 原来藏着半箱子那么好的书 比如说青春之歌 临海雪园 什么家春秋 这些还有三家象呀 红旗谱呀等等 我非常庆幸 就是我在在我的少年时期 有幸和那样一批优秀的图书相遇 让我就是那种阅读即可呢 稍微有所缓解 我的真正的阅读成长 我想应该是从上了大学开始的 我大学读的是中文系 一入学以后老师就可以给我们开店长长的阅读书单 我惊喜地发现原来图书馆既然长了我读也读不完的书 这让我真的是觉得 哎呀上大学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 我在大学期间 就是说 整个这个学习过程呢 应该说也是我的一个阅读过程 当然我像 很多年轻人一样 在青春期呢 也有自己的痛苦跟迷茫 那么怎么解决这些痛苦和迷茫呢 我想也是阅读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虽然当时可能自己是很幼稚 但是这些伟大的著作 他们所给我的指养呢 就是非常长远 非常深刻的 我在这块特别想提到一本书 我想这本书对于我来说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这本书呢 就是美国作家 美国的哲学家 佛洛姆的为自己的人 我很有幸 就是我在我年轻的时候呢 我买到的这本书 在我早期的这个工作当中 我这本书读了很多次 为我的专业的成长啊 又推开了一扇新的窗户 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以前我是 基本上是站在一种社会价值观 这样一个位置上 来思考我的教育 来评判一个学生 读了佛洛姆这个为自己的人以后 我突然间觉得 我原来的站位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看工作中这一切事物 看待每一个学生的时候 你会有全然不同的认识 比如说我在大学期间读卢梭的艾米尔 当时只是把它做一本小说去读的 根本就看不到其他太多的东西 就觉得只不过是一本小说嘛 觉得它跟其他的民族一样的 读一读也就过去了 一直我读完佛洛姆这本书以后呢 我再重新翻过头去读艾米尔 我才发现它不光是一本小说 它同时还是一部伟大的科学著作 同时呢 它又是一部伟大的教育学著作 它对我的教育学的这种思想的发展 也是非常深刻的 所以说如果我们在人生中 有幸能够遇到一本好书 或者遇到几本好书 真的我觉得是巨大的一种幸运 我相信一个人如果说 你在这一生中呢 如果没有阅读这样一个爱好 真的是非常不幸的应该说 如果我们先天有这样一种爱好 那是一种幸运 如果我们在以前的生活中 没有确立起这样一种爱好 我想其实要解决也很容易 办法很简单 就是从今天开始 从我们自己开始 去拿起一本好书去阅读 那么这个美好的日子呢 它就已经开始了 因为每一个每一本书 其实都是我们一个上升的台阶 可以让我们的人生 让我们的社会更加美好 好谢谢大家 我在美丽的冰海城市 青岛市 认识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俄罗斯姑娘 天真 纯洁善良 让我很感动 我整理一下我的 看的 关于红颜方面的历史的材料和书 整整一百零五金 知识是无字的 人生的经验也是无字的 人生的道路更需要一本一本书 一步一步的前进 周大新 著名军人作家 第七届矛盾文学奖得主 他的小说 既充满对爱和善的执着追求 更蕴含着苦涩与沉重 读来特别给人以思考 今天的节目中 作家周大新 将带大家走进一位 美丽的俄罗斯姑娘 Natasha 读书很丰富我们的人生阅历 你在做人生宣战的时候 就非常有启发意义 我过去年轻术写作 是一天往往写一天 或者是写打扮一样 现在年纪大了 一天只写四百小时 剩下的时间 除了运动 我们大家的身体 其实要多 现在多了这个 战争人和平一国 很大的感触 和平年代生活 太好了 掌声有请 周大新先生登场 朋友们大家好 上个世纪 七十年代摩 一个秋天 我在美丽的滨海城市 青岛市 认识了一个非常漂亮的 俄罗斯姑娘 叫Natasha 她十五岁的时候 对她的哥哥说 我这一生啊 不嫌任何人 我只要做一个舞蹈家 当时她哥哥笑 仅仅仅仅三年之后 十八岁的她 清斗开了 这个时候 刚好一个王舟 爱上了她 向她求婚 她也爱上那一方 可是当时婚礼呢 因为男方的父亲 反对 王后 推迟了 就在推迟这个期间 一个一婚男子 向他发动了梅蒂公事 想把他诱拐走 幸亏呢 亲友们发现了急事 使他没有陷入闲见 又过了一段时间 就是当初向他求婚的未婚夫 在战场上受伤了 刚好在逃难的时候 他们相遇了 那他啥 到这个 他这个未婚夫面前跪下 恳求他 请宽恕我爸 那个未婚夫重伤了 微笑地对他说 我依然爱你 那他啥呢 就劝心劝意地 找了他 知道他死 当时这个姑娘的这个 天真 纯洁善良 让我很感动 认识他非常高兴 可惜啊 他不是现实生活中的人 他是 列夫托尔斯泰 创作的唱片小说 战争与合并的 里边的一个女主角 这个书呢 这个书呢 就是这一本书 同时呢 这部书让我见识了上千个人物 让我认识了很多很多的 我的生活中从来没有遇见过的人物 再一个就是让我了解了 这俄罗斯 一八零五年到一八二零年 这期间的一些 离世和事件 重要的是 列夫托尔斯泰 把他对离世的认识 和担守 写了出来 托尔斯泰 他的文学主张 其中有一点是 才别为我欣赏 他就说 要爱一切人 包括你的敌人 这个对我的影响也非常大 列夫托尔斯泰 创作这部唱片小说 是在1863到1869年 这部作品当时一出版 就在当时的世界文坛 引起震动 英国一个作家叫孟蒙 还有坏国诺贝尔文学将的 一个作家叫罗曼·罗兰 说这套书 是世界上最伟大的 两部小说之一 托尔斯泰 现在紧紧地躺在 俄罗斯的这个 一个心理环保的墓写里 但他的作品 依旧在影响着世界上的人们 他爱世界上的人们 人们也依旧爱着他 我希望朋友们以后有时间 读一读他的书 他的三部代表作 除了这一部 还有安娜 卡里尼娜和福霍 都是文学中的精品 演他的这些作品 给大家带出带去快乐 谢谢 我是杰鸥 何建明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曾三次获得鲁迅文学奖 新时期最重要的 报告文学作家之一 他的报告文学作品 每一部都质地有声 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接下来 作家何建明 将与我们分享 书本之外的阅读 和老科学家前学生 王干昌给予的阅读的起发 阅读的每一个人 都具有不可顾量的作用 现在的年轻人 阅读机会很多 内容也非常多 但是我们在阅读的质量 和阅读的精神当中 还在了很大问题 一生当中 至少有二十本以上的书 是他必须读 这种阅读不是前阅读 是深阅读 这样的阅读 让它起作用 非常高兴跟大家见面 我现在写书人 写了很多书 写了三十多年 但是我总感觉 如果说我是个写书人 还不如一句说 我是个看书人 前年吧 我写了一本书叫 《忠诚与背叛》 这本书是写了真实的 红颜故事 我为什么写这本书 红颜已经四十多年了 在我们一代人 一代人的心目当中 是一个崇高的经典的文学作品 但是我到了 红颜的革命历史博物馆的时候 我发现红颜很多故事 跟小说是不太一样的 也是我看了很多书 调查了很多人 我发现了一个问题 我们的共产党人 在最后的时候 他们什么都没有干 就干了一件事 看书 写丝 后来要出版的时候 我整理一下我的 看的 关于红颜方面的 历史的材料和书 整整一百零五金 其实 我们写书的过程 就是在看书的过程 我记得二十多年前 我采访 我们的科学大师 钱学生 钱老给我说的第一句话 让我非常吃惊 他说 建明 今天我给你讲一个零 零的故事 我觉得很奇怪 零有什么可讲的 我想科学家给我讲 数字非常正常 但是我没有想到 一个大科学家 他给我讲的东西 比文学还有文学 我没有想到 零在科学家的头脑当中 是无限的 那种灿烂的 那种缤纷的世界 零是我们生命的开始 零是一切万福的起源 起点 钱老给我讲的这件事 几十年来 我一直记在心上 我们在生活当中 我们基础的人 我们基础的社会 每个人都是一本书 而这些书都是我们人生 非常有价值的 我建了另外一个科学家 王更昌 是我们的两代一姓的大工程 我到他家的时候 他从他的内设里 搬了一大包东西给我 他说 建明 我让你直接看看 我从来不给人看的东西 是什么东西 是研究原子带的草稿 我让王老 你千万不要给我看这些东西 我怕熄灭 他说你得看看吧 其实我什么都看不懂 但是就他那个行为 他让我非常吃惊 其实知识 相互之间有很大的距离 但是我们对学习 对知识 这种理解是非常激进的了 有的时候看一个小学生写的书 你会发现 你曾经的儿童时代 你就没有达到他的那种境界 有的时候 你跟一个老人 一点没有文化的人 你跟他在交流的时候 你也会发现 他在某些方面 他的知识 远远超过了你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读书 读我们可以选择的所有的书 都是有意义的 知识是无字的 人生的经验也是无字的 人生的道路 更需要一本一本书 一步一步的前进 有人说 你现在最喜欢看什么书 这个问题还真挺复杂 我觉得每个人 随着他的年龄和阅历不同 他的知识面和生活经历都不一样 我认为 一个人符合他的人生兴趣 我觉得他去显得他自己的阅读的书 我认为就是好的 第二 我觉得我们不要太规范 一个人应该看什么书 和不应该看什么书 今天这个社会是一个开放的社会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规定 是某一种东西 一定是他的 一定是我的 第三点 我觉得既然如果我们有所显得的话 我们应该去学一些经典的作品 因为今天的书也非常多 也许我们遇的东西太多 反而觉得没什么东西可读 所以我的经验认为 我觉得我们挑一些 至今我们仍然在传播和流传的那些 中外的民主 所以我觉得 在我们今天这个社会当中 态度态度书的时候 一方面 我们对书要怀有敬意 另一方面 我们要有所的选择 就像我们吃饭似的 我们不能把所有的东西都吃到肚子里 我们要根据自己的口味 来有所的选择 同时还要考虑到人的生命 生命的物体 它可以吸收各种的养分 它也吸收各种的养分 你不能简单的说 我喜欢吃红烧肉 我天天吃红烧肉 你不要货略了其他的五股杂粮 我觉得读书一个道理 明白了这一点 我们才知道读书对我们每个人 都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今天 对学习 对看书的一种基本的态度 还有一个学生最绝了 你猜他最喜欢写什么字啊 写一 他们看这个图形 他们就会想 这个是所有的泥土的意思 贝多芬是德国的燕真清 燕真清是中国的贝多芬 一呢就像人穿的衣服一样 你这个人是唯一的 但你可以穿不同的衣服 第一个字上面是W 然后下面是HICH 这种文字呢 有点像包办婚姻似的 还有一个学生最绝了 你猜他最喜欢写什么字啊 写一 他们看这个图形 他们就会想 这个是所有的泥土的意思 贝多芬是德国的燕真清 燕真清是中国的贝多芬 一呢就像人穿的衣服一样 你这个人是唯一的 但你可以穿不同的衣服 第一个字上面是W 然后下面的是HICH 这种文字呢 有点像包办婚姻似的